专载自百家号作者安安静静讲历史在罗马帝国后期的社会中,教皇权力的兴起以及升级勃勃的拉丁神学的同时发展。 对文化、宗教领域有着重要的含义,在辩论基督教信仰的教义时,西纳里可以体现哲学话语中几乎所有的微妙之处,反映整个罗马传统的拉丁语则更适用于讨论法律、论理学以及行政机关和政府的实际问题。 罗马帝国在对阿里乌派和基督仪信论的初步争论以后,东部教会对教义继续产生出元素精炼之物,始终享用更多的哲学精确性,那既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条款。 罗马教会通常支持对传统阐述的坚定信奉,甚至当那些阐述不能很容易的用哲学词语来辩护时也是如此。 阿里乌派对希腊人来说,罗马的主教们似乎有时是正确的,正在努力为复杂的神学问题根基答案,但却根本没有明白这些争论的重点。 对罗马人来说,似乎希腊人甘愿违及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真理,以便纵情享受在哲学上做一种无意而所欠的分析。 希腊人在这些辩论过程中,希腊教会通常显示出,他愿意在宗教事务中接受帝国管理机构的统治,犹如他在其他事务中所做的一样。 罗马教会经常傲慢地抵触得到支持的学说,认为他们是偏离传统信仰的东西。 希罗马各教会越来越把罗马的主教作为他们自然的用户对象和领袖,希罗马在东罗马,罗马对守习思法权的要求不实,被否扣,充其量也不过是被勉强地接受。 值得注意的是,西方只有一个使徒传教帝罗马,而在东方却有四处以依然调刻,要绿山大,耶路撒冷和珍视太丁堡,东方教会的传统总是比西方教会更复杂,更多样化。 耶路撒冷将北者教廷在耶罗马的兴起,以及希腊和拉丁教会的逐渐分离,在中世纪欧洲历史的发展中,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。 我们已经看到,东半帝国与西半帝国,在其政治与经济结构上各不相同,在马族人情时期,他们在宗教上也开始分道扬连了。